我们的工作会被AI取代吗 人工智能来势汹汹 我们如何应对 我们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 有很多人类可以做的工作就已经被替代掉了 你还企图用原来的方式来挣钱 你就挣不到钱了 那我们就得跟着技术更新 我们就得跟着这个社会的更接 去学习去进阶 怎样进阶找到折旧慢更保值的技能 就像古神巴菲特著名的滚雪球理论 人生就像滚雪球 重要的是发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 当我们抓住时代这个很湿的雪 找到穿越周期的很长的坡 你的职业不仅可以保值 还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什么是很湿的雪 就是在AI时代的职业保值技能 All-night数据库抽象出来 三种AI时代保值技能 创意 就是思考和表达能力 社交智慧 就是人际融合沟通能力 手艺 指的是协助和照看他人的能力 这三个技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人类主体性 在其中都是接近满分的高浓度 我们人最最伟大的地方是它的主体性 或者说人真正的和其他的和AI和那些机器 真正的区别是我们有主体性 人类的主体性 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连接 难以被AI结构和编码 是人工智能所无法企及的高度 通过与人产生真实互动 建立情感连接 从而创造价值 这样是我们可以握在手里 让职业保值的雪 游乐雪到哪儿 找到让它越滚越大的坡呢 人工智能是有限的 它永远要迭代 永远可以更好 有一天会被淘汰 它是个有限的 而人的心灵可以无限 为人的幸福可以永远无止境 它是一个无限感 因为无限 所以人类不会止步于 饱腹蔽体的简单需求 而是不断追求 更加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 满足这一永恒追求 为他人带来美好 健康幸福的事业赛道 就像一条长长的雪坡 穿越周期永不过时